把自己圈在那个 字画的小楼里 你这不是交成是什么 你跟我交话 假如啊 有这么一间铁屋子 绝无窗户 而且是万难破坏 里边有许多熟睡的人 不久就要被门死 然而从昏睡入死 他们全然不知道就要死 现在 踏上了心 真是曾经的教练清醒 但是这不胜的少数者 要去承受这无可挽救的 临终的困体 你当有肚子 多挡起乘 能叫醒了几个人 你就绝不能说 他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这幼于绝望 只不过需要你们去找一些 要在何处 你需要这人又是什么 我 我们 这药呢 就是御财神的大作品 和随手换了的梦 我试试 没有形象思维的作品 根本不可能触及到人们的灵魂 我心容易猜 手里一个匹匹 就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 就似于不笔 活动的 生就幻化到了 就是大的时候 成熟人 原来 成了 是不是成了 狂人日记 成了 成了 有了四千年痴人履歷的 痴人的是我哥 当初虽然不只能 我是痴人的人的兄弟 把我自己背容吃了 我放开 难解 历史一查 朕的人 满本 都写着两个字是 痴人 如果 我们北大山带着他 把全国的民主都调整起来 那必将是一个全新的历史 山东问题 不是一个省的存傲问题 而是全国的问题 省得益 学生总之 忽悔不得牵测之心的日本人 要来当我们的家伙 要来做我们的主 我们不站出来 谁都站出来 不如我们 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效应已经显现了 松亚修士承载决心 咱们接下来来干什么 要打掉国民性中 逆来顺受的独行 你们这些逃在警方中 男警官的互动中 先生们 我们学生站出来 为了人们的演讲 你们呢 是 他在替鼓励来欺赞我们 你们做出了什么 爱我中华 保卫和黄 爱我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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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奴起了小家子气 吭起了中国人的体量 太了不起了 认识 你都不能去视频 阻挡历史前进的车龙 你非要打呢 结果没有打 怎么了 吹点个腿吧 不猜 我从来就认为 你是中国的 思想兼身高的小说家 有我 神 bust 我宝贝 什么时候开席啊 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抱歉 抱歉 来